嗨阿如 我想到當我們想到這個幫派電影的時候 都一定會想到說這個幫派達哥 一定都是刺龍刺鳳的對不對 對 其實我也曾經看過你那個背後的刺青 背後刺了一個很大的鐘魁 那其實 因為現在我在西門町裡面做夢想之家 其實西門町有一個很有名的刺青街 我知道 那很多年輕人就會刺青 那我以前是想到刺青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說 我的感覺是會後悔 很多人會後悔 對很多人會後悔 就連我自己都有點覺得好後悔喔 因為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我不是覺得說刺青就是好或不好 我覺得說一件衣服 你每天都穿它也會膩吧 對 所以我那時候才選擇刺在背後 會每天看到 就說 你如果每再好看的圖畫 如果你每天穿著它沒有變換也會膩 對就像你每天吃牛排你會想要吃廚爐飯 對 而且有些人他們就刺了之後會後悔 比如說他刺了某個名字 比如說Michael I love you forever 可是後來他是跟John結婚 那就覺得很糟糕了 就是說他在那邊刺了一個他喜歡的人 結果後來他結婚了可能是另外一個對象 對我朋友還問我 那時候我就很開玩笑跟我講說 欸阿魯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你教過那麼多 把每一個都放在刺在手臂上面 然後分手的時候就劃掉上面那一個 然後再刺新的那個 打一個叉叉 然後我就跟他說那這樣排應該會排到手腕去 第二個就是說這個過程其實是蠻痛的 真的很痛 對 因為在我那時候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為什麼會刺青 其實我不是覺得說多帥 我是真的覺得很帥啦 只是說我那時候不是因為說真的很帥才去刺 而是因為我們在跳官將手跟八家將的時候 我們剛好那邊是有個那邊是刺青 刺青是那個堂主是刺青師 對然後 那時候很好笑我就看到很多人刺到哭 然後刺到哭 對刺到叫 我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在旁邊一直笑 然後在這邊說叫小賣 叫小賣就是膽量小的意思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因為我爸爸本身他右邊他也是只有刺青這樣 然後我爸爸就是我就跟我爸爸講說 欸爸爸你這是什麼 爸爸你這刺很痛嗎 他就他就嗆了我一句說 啊你不敢啦 就是你不行啦 嗯 你承受不了 對你承受不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哼 我是男豬寒 男子 然後我就 OK我就跑過去 我就說 欸 我要刺青 那我原本想說 啊我刺 就是胸口跟手臂這樣叫 半甲 就好了 結果我就沒有看到喜歡的 我就想說啊哪來看整個背這樣子 結果一看不得了 我就看上去之後 哇就這張就這張 他幫我描線條什麼都描好的時候 他就是他們是先用電腦 是 對然後再幫你印到你的背上 然後照著畫那個線描上去 嗯 他第一刀上去 我不是在開玩笑的 我也不怕丟人跟你們講 我的男人類就這樣掉下來了 真的痛 真的痛 我當下我就說 哇我爸爸是對的 我爸爸是對的 其實爸爸是用一個很委婉的方法 告訴你說 不用嘗試啦 對然後 哈哈哈哈 而且你知道 我就這樣子吃了三個小時欸 我忍著這個痛 吃了三個小時 旁邊的人問我要不要吃西瓜 我跟他講你不要吵 我那個整個 我已經冒得很汗 冒到我現在想起來 我整個曲皮疙瘩 就是晚上我記得八點那個時候 我開始吃了 晚上八點 哎呦 對然後我就這樣 哇吃的時候 吃到晚上十一點 我就這樣 整個背都是血 你知道嗎 整個背都是血 哇 血不重點 重點是真的好痛 痛到我就真的覺得說 哇 天哪 我不要打霧了 他們有所謂的割線跟打霧 所謂的割線就是畫線條 那打霧的話就是那種 就是上色 上色 對然後 可是我就慢慢覺得說 好醜喔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說好醜喔 所以我又跑去 打霧 打霧更痛 然後又更不得了 因為他的傷口一直來來回回 重複的傷口一直來來回回 後來我就只打了周框 對我就打了周框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有個背景跟主題 所以我的背景就是這樣 哇很多的有月亮 有蝙蝠 那有很多的雲啊 什麼的 類似那種 類似那種很陰森的 因為中葵是所謂的那種鬼王 對 所以你會 為什麼要當書女 會不會刺中葵啊 我覺得帥啊 因為我想要當王 然後讓別人怕 對 其實真的很痛 變成俗辣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 然後我就真的 然後後來吃完 歌憲歌完之後 我就哇 我就滿身狼狽的這樣子 啊 就 忽略很多聽眾朋友 你是青少年的話 真的不要去做這種很丟臉的事情 因為就是 你會很狼狽的走出去 因為阿如 你不是一個很弱的人 因為我現在在你 你在我面前還是一個 很魁梧很壯 而且其實你是 你是跆拳道的黑帶 也是空手道的黑帶 對對對 對嗎 你你並不是一個非常 非常弱小的人 對 那個東西真的很痛 對 真的很痛 沒必要用這個痛 來證明你的帥啊 對 我覺得就說 沒有那個必要 今天你帥就是你帥了 對 你你 我覺得說你 你去把那個錢 因為那是要錢的 我覺得你不如去把那個錢 拿去學音樂 學一些可能說才藝 我會覺得你更帥 哈哈哈哈 你現在這個圖有完成嗎 並沒有完成 沒有完成 畫了一半 畫了一半 就半途而廢了 半途而廢了 我實在是 畫了多少錢 我這樣子割線的話 最少要一 割線的時候一萬二 那 就是只是光周框喔 周框就三萬五了 三萬五千多 那 主題 我家這張圖我整個用好啦 就是我還要再花七萬五 還要再花七萬五 還要再花七萬五 我花了一萬二加三萬五的話 四萬七 對 那我要是再花七萬五的話 就已經十一萬 十一萬 十一萬五千嘛 我的天啊 就一個小小的畫 而且這還是有情價喔 這還是有情價 十幾萬 十幾萬花在四千上面 到底有沒有意義啊 我覺得完全沒有意義 真的是 可是我好希望把那個錢齁 我已經在這張圖不要了 我把那個錢拿去學 其實我一直很想學打鼓 嗯 對 可是 因為可能說一些時間上的問題 我就沒有辦法一直去學 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的年紀 沒有辦法像十五歲他們那樣子 讀書下課 學音樂 對對對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還要做很多事情 是 那 我就覺得說 我要是那時候把那個錢 我那時候才十四歲多欸 你就去刺青 我就去刺青啊 對啊 十四歲多可以刺青的嗎 可以刺青 對 可以刺青的 只要那個店家同意的話 是可以刺青的 那是可以刺青的 我真的覺得 這是不太 我是這麼覺得 我們 我們 讀過古書上說 身體法夫 瘦之父母 其實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是可以告他們的 對 可是因為 我爸也有刺青 我媽也爸媽都不反對 當然就沒關係 對 那 而且那時候 我們刺的時候 我真的是我印象很深刻 我那個真的是 我每坐上去一次 我那個心靈就好像有如那種 那種 那種恐懼害怕 你知道嗎 這比我考試考0分回家會被打 那種恐懼還要大 嗯 我就覺得說 真的很痛 然後我可是我也當然有看過很多人 就是 呃沒有沒有怎麼樣的啊 對 當然這種人我我我我我真的是 很少見 對 我很我很希望遇到這樣的人跟他比個讚 真的是 我就覺得說 你真的是有 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那 可是通常八成的人都是我這種人 對八成 那種說什麼啊 刺青不痛 刺青很爽啊 刺青什麼 我覺得那就是愛面子 對 那並不是說 硬搶的 刺青喔 真的不痛的 你有本事就睡著 那我就真的是看到有人睡著 那個我就真的給他比個大拇指 真的是厲害 那 我我我必須要告訴很多青少年是說 你不要認為你自己是會睡著的那種人 我當初就是認為我自己會睡著 因為你其實你是武術高手 你是很耐打的 對 我就覺得那個耐打裡面都覺得很痛很痛 應該就是真的非常痛 真的很痛 我就覺得說 可是因為我刺的部位可能是 因為我沒有刺 我只有刺背而已 那可能是背的部分 所以可能說神經啊 還是什麼一些脊椎 還是一些比較嫩的肉 會導致到我這樣子 那其他的部分我不敢講 可是在背的部分我是親身體驗 所以我就是可以非常的 非常的可以跟很多聽眾朋友大家講 這樣 我真的覺得說除了非常痛 不需要去嘗試之外 我覺得 花錢 也真的是 因為我真的不曉得 在我認識你之前 我不曉得刺青是這麼貴這麼貴的一件事情 其實很貴 我幫一個小圖好了 我這樣想一個 一個小小的太陽 我就可能說你 可能是你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其實一個很小的太陽 比你的手掌還要小的太陽 這樣就要五六千塊了 那更何況是我這種那麼大片 整片 所以其實你這個錢 其實都已經三台autobuy了 三台全新的摩托車 沒有到三台 可是現在是兩台 因為現在摩托車越來越飆漲 然後也是好幾台電腦 十幾萬是 可是十台的iPad 就在你那一張 沒有完成的圖上面 沒有完成圖上面 所以 我真的鼓勵年輕人 把這個錢 把這個力量 還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對 你可以把那一份衝進 我覺得說 你可以去學很多東西 對 最後而且更重要的是 萬一你後來不喜歡那個圖了 對 等一下 當我每次洗澡的時候 我就會回頭看我這張圖 然後我心裡就會告訴我 錢啊 你在哪裡啊 而且其實你現在已經 你這麼和善已經不想再做鐘葵 你不想做一個別人怕的鬼王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這張圖對我的意義在哪裡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說 我看到這張圖我就覺得 真是的 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 可是 如果你要把它打掉 要花更多的錢 打掉 我跟你講 打掉我覺得說 花更多的錢 錢能解決的事情我都覺得還好 那 更何況是 它完全 它並不能完全抹去掉 它會有一個所謂的就是好像 類似騷傷那樣子有沒有 皺巴巴的那樣子 然後你還是看得出 哇原本有個圖案 然後你的肉啊 就好像皺在一起 更醜 而且也很痛 也很痛 比那個刺青還痛 對 就是我聽 這個雷射的話 比刺青還痛 是我聽很多前輩講的 所以他們其實也很多人後悔 也很多人後悔去把它雷射掉 那我也看過 那個原本是刺在手臂 手肘的部分的人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是 後來把它抹去掉 那整塊肉好像就好像那種 燒燙傷那樣子的感覺 我就覺得 你知道 那些很多前輩就告訴我說 啊 早知道 就不要刺了 我還是這樣子 到後面更痛 然後 皮膚又沒有變得更好看這樣子 而且我要告訴我 要是你現在還是在一些 不良的一些團體裡面的話 我一定要告訴我 不要認為說刺青會比較兇 有些人我之前也打過那種 全身刺著 刺著滿片的人那樣子 然後 他也 就是 被打著跑這樣 我也覺得說 刺青沒有比較兇 不要說 你可能說你會覺得說 刺了之後別人就會怕你這樣 對 並沒有 對 對 你穿著衣服誰看得到 還是說你有可能打架你就要脫衣服嗎 不可能嘛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鼓勵年輕人在你刺青之前呢 但我們不是非常鼓勵喔 就是說但是你真的要三思而後行 對 今天阿如真的是用他自己親身的經歷來告訴我 對 如果有一次 真的你可以再選擇 你應該不會選擇刺青吧 我不會選擇事情 我會把那個錢拿去學打鼓 因為其實我一直有一個夢想 就是我想要去學打鼓 打爵士鼓 對 我一直覺得 我一直覺得說打鼓好帥喔 可是 我始終 始終沒有辦法去完成這個心願 還有更多很棒的方法來展現你的帥 對 而且我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多人都不曉得 很多人都不曉得這件事情 就是說像你刺青 很多工作 其實你這樣也可能找不到 對 甚至有些人是做那種很好看的刺青 就是說 譬如說有些女孩子在腳上面刺一個什麼 對 那種藝術的那種羅馬文還是什麼 對對對 你知道有些 呃像警察 警察是不能刺青的 然後你要當那個 軍中你要當官也是不能刺青的 對 然後你要當法官 你要當官 也是不可以刺青的 所以 所以 像現在前陣的日本 有一個很有名的新聞 那個大阪市的市長 就是說所有刺青的人 不可以當公務員 但那個大 大阪市他們的政府公務員 日本的刺青是非常的那個的 對 對 非常盛行的 對 所以其實有很多時候 你萬一刺了 萬一你以後 要當警察 或是要當法官 或是要當 有些時候當公務員 你會發現很後悔 萬一你因為這個東西不行的話 所以 所以我覺得其實 真的是需要三四而後行 而且刺青有一個很 很不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今天你刺青的部分 你要是 會癢的話 對 你要去抓它 會更癢 真的 會更癢 會癢到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 會癢到 比 就是 就是你你你你 假如刺青的部分你要是癢的話 照樣我們皮膚是抓一抓就OK 不癢了 就是 它越抓你就越癢 為什麼呢 就是 可是 皮膚已經受到破壞 就是講去難聽的 今天刺青就好比把你的一顆 上面的那個表 那種保護層給整個磨掉 上色 是 就是變成說 它已經變質了 嗯 皮膚已經變質了 對所以你會對很多 可能會比較敏感一點 對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還 就是蠻後悔的 對那 也不能說 但是你刺的好看了 就是 我不希望還是說 你真的想刺 那我也確定說 你不要去刺那些什麼 啊 那種類似神尊啊 還是什麼 什麼神鬼那種東西的 對那你真的想刺 我覺得你要三思 然後要去 考慮到說 啊你之後會不會後悔 那你之後你的方向 你的之後你的工作 還是你的夢想 會不會去影響到 嗯 對 所以真的這件事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如果你真的那麼愛漂亮 那麼喜歡 我去拿個紋身貼紙來 哈哈哈哈 壞話 對對對 也過個影這樣子 一個禮拜有了 聽說那個一個禮拜 對對對 慢慢消 下次你還可以再換新的圖畫 對我還可以換新的圖畫 不一樣的 我要多大片就多大片 要多小片就多小片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 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對 好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OK謝謝 怎麼樣改變的故事 OK謝謝 謝謝